如何组织便捷 舒适 健康 生态的人性化城市空间 是一个全球性课题 而对未来社区的探索将是破题的关键 浙江地处长三角城市群 这一全国最具经济活力与创新能量的区域 于2019年初率先启动未来社区建设 同年3月 唐渠高铁开工 这一发展机遇 契合了渠州推进大湾区 大花园 大通道 大都市区的四大建设战略 渠州城市发展脉络 自东向西 形成了南孔古城 到现代花园之城 再到围绕高铁站的未来之城的三城结构 方案构思以场地敏感性解读为切入点 场地地形连绵起伏 而已有道路和建筑却与之鲜有关联 这是方案设计要解决的痛点问题 地处高处的水库 水塘 星罗旗部 是方案设计的重要参考 线性水系自高而下 蔓延铺展 展现自然景观魅力 是方案设计的依托 天然水系相互串联 自然循环 形成绿脉网络 实现现代城市的高效性 在自然激励上 叠加正交的道路网络 保证车型的通达便捷 两者重叠行程 蔚来渠州高铁新城结构骨架 真正的大花园城市 不是将自然和城市分而置之 而是将两者水乳交融 给人身处自然的舒适感受 实现真正代表渠州的未来社区 绿脉融自然资源 渗透整个新城 它集多种功能为一体 是生态景观和雨水治理 运动休闲和慢行系统 邻里中心和共享通间 城市农业与创客街区的载体 绿脉内含线状水域和中水处理站 经处理的街区中水 形成清水空间 雨水花园紧贴水域 能应对不同降水量 其景观因时而变 空间蓄位横生 线性森林贯穿绿脉 即环节热导效应 建立生态多样性廊道 更带来非城市化的自然体验 景观绿化空间 为人提供与植物亲密接触的 户外活动场地 及城市共享农场 绿脉中混合功能空间 与街区相邻 设计建造市集 共享办公 剧场等亲自公共建筑 绿脉中更是融入慢跑 骑行及步行道 构成一个连续安全的 主要慢行道路径 经对白云和釜山街道的研究 方案定义高铁新城街区尺度 对应一平方公里和一万人口 配合既保证人性尺度和灵力活力 又满足土地集约 从街区中心步行五分钟 击达滤脉 与自然近在咫尺 各街区主导功能合而不同 高铁小镇以西站为中心 及旅游信息 长途客运 办公商业 酒店会展为一体 成为渠州的西门户和名片 教育小镇于新城南部 包括西侧的中浦大学 及东侧的五大院校 科创金融小镇 则连接高铁和教育小镇 依托高铁的便捷 与人流的密集 形成富有活力的科创办公中心 集结总部办公 商务酒店 凭借与高校的紧密互动 设计引入创客街区 孵化器办公 共享办公 共享居住 从而建立高度混合 空间丰富的创新生态金融系统 连续的逐漫型路径 串联起创新激发点 打造创新对角线 此外 医养小镇南伊河畔 西邦河谷公园 北林省中心医院 及医养 旅游 商业 融自然于一体 工业产业园 依北侧高速公路行程 运动小镇与新城中心 周围为宜居街区 及人才社区 方案中各个街区 打破单一功能壁垒 及主导功能分子 渗透进绿麦和乡邻的街区 在更小的尺度内 完成功能高度混合 方案在各街区中心 设步行五分钟生活圈的 邻里中心 服务每个街区 乡邻的街区 呈步行十分钟生活圈 结合绿麦的混合功能区 设置配套日常生活和教育功能 提高生活便捷性和舒适性 增加街区市井位与人情位 山水一环 蓝绿交织 一个可漫游的绿麦 与五大特色空间融汇 落实并构建 未来社区指标 打造人文情怀的 生态示范城市 高铁新城 未来社区 绿麦通渠 1 2 2 3 3 3 1 3